今天我们来聊聊散步时双腿发出的求救信号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血管堵没堵 走一圈就知道 医生警告 我们在散步时 双腿的一些异常变化 绝不是简单的老了累了 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前最后的求救信号 如果忽视这些信号 血栓一旦将血管堵死 下一步就可能是严重的心肌梗塞或脑梗塞 听起来很可怕对吧 别急 接下来我们就深入聊聊这个话题 教大家读懂腿部发出的四大警报 提前预防致命危机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真实案例说起 广州64岁的林阿姨 有一天在家休息时 突然感到右腿发麻 紧接着一阵湿心裂肺的疼痛 从右下肢蔓延开来 整条右腿瞬间变得冰凉如雪 家人健壮吓坏了 立刻把她送往医院急诊 医生检查后发现 林阿姨右腿皮肤温度明显降低 骨动脉 国动脉 竹背动脉的脉搏都摸不到了 进一步的血管噪音显示 林阿姨右腿大动脉里居然布满了血栓 血流几乎完全中断 情况万分危急 医院火速为她进行了骨动脉 切开取栓手术 从血管中取出了一条又长又大的血块 手术非常成功 毒死血管的血栓被清除后 林阿姨的右腿终于恢复了公血 保住了性命和肢体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林阿姨重新站起来 能下床走路了 她感激的说 多亏医生手术及时 不然我的腿就保不住了 林阿姨的经历听着惊心动魄 但是更值得我们深思 难道血栓形成之前 就没有任何征兆吗 事实上 林阿姨事后回想 其实早在平日散步时 她的双腿就出现过一些异样 只是当时她以为是年纪大 腿脚累 没当回事 结果血栓在体内日积月累 终于有一天完全毒死血管 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灾祸 由此可见 我们身体其实早就透过双腿 发出了求救信号 只是许多人没有警觉 那么 我们该如何提前识别这些信号 在血栓引发致命后果前 采取行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血栓 简单来说 血栓就是堵在血管里的血块 会造成血管内部大塞车 让正常的血流受阻 血液就像给身体各个器官 送氧分和氧气的列车 如果铁路被血栓拦腰断掉 后果可想而知 血栓卡在哪里 哪里就会缺血缺氧出事 堵在脑血管 脑细胞得不到血液供应 就可能引发脑中风 堵在心脏血管 心肌缺血 可能导致心肌梗塞 堵在肺动脉 会造成肺酸塞 让人突然出现胸痛 呼吸困难甚至猝死 因此血栓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往往不声不响地在体内形成 一旦完全堵死要害血管 轻则致残 重则要命 那堵在腿部血管的血栓会怎样呢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腿部是血栓最容易长腻的地方之一 特别是下肢的静脉 由于我们长时间站立或坐着 血液在腿部容易淤积 加上年龄增长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腿部血管内可能慢慢形成小血块 如果这些血栓逐渐变大 就会阻塞腿部的血管 从而影响腿脚的血液循环 而人体是很奇妙的机器 当血液供应出问题时 双腿往往会第一时间发出警报信号 只要我们细心留意自己在走路时 腿部的感觉和状态 其实可以早早发现血栓的蛛丝马迹 下面我们就来逐一揭晓 散步时双腿发出的四个求救信号 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信号一 腿部莫名其妙肿胀 照理说 年轻人运动过度或长时间站立 腿部有时会水肿 休息后能消退 上了年纪的人 傍晚脚踝稍微有点肿 也是常见的生理现象 然而 如果腿部经常无缘无故就肿起来 而且消退得很慢 千万不要只当作喝水多了 站久了那么简单 这很可能是血栓在阻塞静脉导致的异常水肿 当静脉被血块部分堵塞时 腿部的血液回流变慢 犹如河道被淤泥堵住 水流不畅 液体就容易滞留在下肢组织中 引起肿胀 特别是 如果只单侧腿莫名肿大 另一侧正常 那更要当心 因为这往往意味着 某条腿的静脉里有血栓阻塞 例如深静脉血栓形成 血栓引起的水肿通常形状不规则 按压凹陷回复的也较慢 可能还伴有隐隐的脏痛 很多人对这种腿肿不以为意 以为休息一下就好 但如果反复出现莫名腿肿 就像汽车仪表盘上的红色警示灯一样 提示你的血管正在淤堵 需要检修了 信号二 双脚长期冰凉怕冷 手脚冰凉在冬天很常见 可是假如大热天 你的脚也是凉冰冰的 那就绝不正常了 有些中老年人 平时总喊脚凉 甚至晚上睡觉 脚冰得难以入眠 穿再多袜子 用热水袋也无济于事 如果排除甲状腺功能低下 等代谢原因 很可能就是腿部供血不足 想象一下 血液好比暖流 正常情况下 流经四肢末端会带来温热 一旦血管被血栓堵住了一大半 流到脚部的血液锐减 脚就失去了足够的热源 自然变得冰冷 尤其是动脉酸塞 使脚部供血不畅食 双脚的温度会明显低于身体其他部位 冬天环境冷 脚冷一点可以理解 但如果连夏天天热时 脚也是凉的 那几乎可以肯定 是血液循环出了问题 这种异常 常被误以为是血气不足 体质虚寒 但其实是腿部血管在暗暗求救 也许某处血栓正在像冰山一样 堵在输送血液的通路上 让你的脚得不到应有的暖流 长期下去 不但脚冷 还可能因缺血导致皮肤干燥脱卸 指甲伸长变慢等问题 所以别再一味穿厚袜子掩盖症状了 赶紧检查一下血管吧 信号三 双腿经常麻木无力 大家应该都有腿脚发麻的经验 比如盘腿坐久了或蹲太久 站起来时腿会麻 是因为姿势压迫血管神经 导致暂时性缺血 如果只是偶尔麻一下 活动活动就恢复 没什么大碍 但假如你近来经常无缘无故感到腿麻 刺痛 甚至走路时觉得腿软无力 那就要高度警惕了 腿部反复麻木 可能是血栓影响了神经供血 当腿部血管被血栓部分堵塞时 流向腿部肌肉和神经的血液减少 神经细胞得不到充足氧气 就会抗疫视地产生麻痹刺痛感 我们常说 做久了腿麻 其实长时间缺乏活动 本身就会增加血栓 形成风险 血流变慢 更容易凝集成快 一旦血栓已经形成 并阻塞在静脉中 下肢血液回流受阻 也会让你感到腿部沉重麻木 更危险的是 如果每次走一小段路 腿就酸麻乏力 不得不停下休息 休息片刻后症状缓解 继续走又出现这种现象 叫间歇性薄形 往往说明腿部动脉 已经有严重堵塞 它是动脉硬化性血栓的 典型表现之一 非常危险 间歇性薄形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腿部肌肉一活动就缺血 喊痛必须停下来 等待血液 勉强供上养 很多人误以为是年纪大 肌肉无力 或者简单当成累了些些就好 结果拖着拖着 动脉壁舍越来越重 要知道 导致间歇性薄形的动脉血栓 若不及时治疗 最严重时 可能发展成腿部坏居 甚至不得不截肢 所以 双腿频繁麻木酸痛 绝对不是小事 它极可能是血管在警告你 我要毒死了 信号四 腿部皮肤颜色 异常改变 健康的腿部皮肤颜色 应该和全身肤色一致 血液循环良好时 皮肤红润有光泽 但当腿上的血管 因血栓而严重缺血 缺氧时 皮肤颜色就会发生明显的异常改变 一种常见情况是 皮肤发白 发青 甚至发紫 这是因为血液供应不足 腿部组织缺氧 静脉里含氧低的暗红色 血液机制 透过皮肤 看起来就成青紫色 有些患者的小腿 足部皮肤会犯出不健康的暗纸色调 尤其活动时更明显 需要赶紧就医检查 另外一种情况是 出现不明原因的大面积浴斑 如果并没有碰撞受伤 腿上却莫名出现大片淤青 那可能是静脉血栓 造成微血管破裂肾血 因为血栓堵在静脉里 使静脉压力升高 血液渗出血管 在皮下形成浴斑 同时 由于组织长期缺血 皮肤可能变得脆弱 稍有磕碰就大块淤青难消 当腿部出现这些明显的颜色改变时 往往说明血管堵塞已经非常严重 几乎是血栓对你发出的最后通牒了 如果此时还不引起重视 血栓继续恶化 不仅腿部组织面临坏死风险 更可怕的是 血栓可能随时脱落 随血流奔向身体其他要害器官 导致致命后果 以上我们讲了 腿部会出现的四大求救信号 腹肿 冰冷 麻木 发脂 这些看似常见的小症状 很多人一开始都不当回事 错把身体警报当做了寻常的小毛病 有人说 年纪大了 腿肿很正常 天冷脚凉也正常 坐久了腿麻 站站就好 皮肤轻一块 纸一块是皮薄 结果在大意汉矫性中 血栓这个隐形杀手悄悄逼近 等到哪天血管被完全毒死 灾难就降临了 其实 人体在崩溃前总会留下一些线索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 就能找一步发现危险 双腿正是人体的前哨 很多伸长体内的问题 腿部最先知晓并示警 试想 每当我们散步时 双腿就是在用他们的感觉 告诉我们身体状况 如果你走路时 频繁出现我们刚提到的那些异常信号 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在对你喊 救命啊 我的血管可能堵了 那么发现上述信号时 该怎么办呢 答案只有一个 尽快就医检查 及早干预治疗 医生会通过超声波 血管噪影等手段 确认血栓的存在和位置 根据情况 采取抗敏药物 溶酸治疗 或手术取栓等措施 千万不要拖延 更不要自己在家 乱按摩腿部或乱用偏方 否则万一把血栓戳下来 随血流跑到肺部或脑部 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 不光是腿保不住的问题 更严重的是 威胁生命 腿部血栓若掉落进入血循环 可能引发肺栓色 另一方面 腿部出现动脉硬化性血栓的人 多半全身血管状况也不好 这就意味着 随时可能在心脏冠状动脉 或脑动脉里也长出血栓 如果我们对腿发出的求救信号 充耳不闻 那么下一次发生堵塞的 可能就是供应心脏 或大脑的关键血管 那时造成的就是心肌梗塞或脑梗塞 会直接危及生命 不少心梗 脑中风的悲剧 其实早年都有迹可循 患者可能走路时 早就感觉腿疼腿麻 只是不以为然 等到冠状动脉突然被血栓完全堵死 才追悔莫及 因此我们反复强调 腿部异常不要忽视 早茶早智就是在预防心脑血管重症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要问 难道血栓这么可怕 我们只能干等它发生吗 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好消息是 预防血栓 其实就两个字 动起来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醒 连续四个小时不活动 静脉血栓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 久坐不动是现代很多上班族的通病 也是诱发血栓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人体的下肢就像第二颗心脏 走动时 小腿肌肉的收缩挤压 可以帮助把静脉血液 往回送到心脏 如果长时间坐着 腿部肌肉没有收缩泵血 血液就更容易滞留在腿部 形成零块 所以 为了不让血栓早上升 一定要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 多让身体动起来 促进血液循环 最简单有效的运动就是散步 每天坚持快步走 哪怕只有二三十分钟 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预防血液在血管内淤积 同时 适度的有氧运动 能改善血脂代谢 增强心肺功能 让血管壁保持弹性 从源头上降低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具体来说 建议每日至少散步三十分钟 而且每周至少运动五天 持之以恒 走路时以微微出汗 呼吸稍感加快为宜 说明达到了有氧运动的强度 运动固然好 但也要注意 适度两制 避免过油不及 判断运动强度有一个简单公式 运动后心率加年龄约等于170 比如您今年50岁 那么运动后心跳控制在每分钟120次左右 就是比较安全有效的强度 如果远高于这个心率 说明运动过猛了需要调整强度 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避免运动过度 带来心血管负担 我们运动是为了强身健体 防范血栓 可不是为了把自己累垮的 对吧 除了多活动外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预防血栓的关键 近年来 血栓的魔爪不仅盯上老年人 越来越多年轻人也中招 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酒坐 扫动 还和现代人的饮食与作息息息相关 高油高脂的饮食会让血脂飙升 增加动脉周样硬化和血栓风险 长期熬夜 压力大 则可能干扰凝血与代谢平衡 喝水太少 则使血液粘稠度升高 更易形成血块 所以预防血栓 我们在管住腿禽运动的同时 也要管住嘴和生活习惯 清淡均衡饮食 多喝水避免血液过年 保证充足睡眠 减少过劳和紧张 都能帮助我们的血管保持健康畅通 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最后再强调一次重点 走路时 双腿发出的异常信号 千万别忽视 血管是否堵塞 其实身体早有提示 就看我们有没有去留意 回想一下 您最近散步时 有没有感觉一条腿特别沉重肿胀 天热时脚掌依然冰冷吗 是不是总感到小腿麻酥酥的没劲 需要频繁停下来休息 或者照镜子发现小腿皮肤颜色怪怪的 轻一块紫一块 如果有其中任何一种情况 一定要提高警惕 及时就医检查血管健康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宁可虚惊一场发现没事 也不要大意轻忽 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 总而言之 血栓虽是隐形杀手 但并非无稽可循 我们的双腿就是监测 血管健康的晴雨表 养成留意身体信号的习惯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每天散步时不妨检视一下自己的腿脚 走得是不是比以前慢了 走远一点 小腿是不是开始抗议 斜袜是否变紧 勒出压痕了 双脚温度怎么样 这些细节可能看似平常 却能救你一命 当然 更重要的是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防患于未然 别给血栓可乘之机 希望看完这篇文案 您能对腿部 那些不寻常的感觉重视起来 如果发现苗头不对 赶紧求医 如果暂时没有 那也要从现在开始 好好爱护血管 记住 每天动一动 血栓远离你 让我们都能健健康康 多走路 走好路 用行动赶走隐患 别让腿部的求救信号 真的演变成心梗 脑梗的警报 每一次散步 既是锻炼 也是一次检测 保护血管 从脚下开始 祝大家都有强健有力的双腿 走出人生的常乐健康路